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我們日本版本的帳號 因為這邊的話 今天大樓的朋友們 直接傳了一個訊息給我 就是我們目前來說 貓戰的日本版本是在13.4版本的更新了 裡面會有一些新的東西 目前來說因為我們日本帳號還沒玩得那麼透徹 所以只是想先幫台版看一下 裡面基本上會有機器貓 還有新世界的白兔女郎 所以下一個新的世界角色的話 就是白兔女郎的樣子了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還有新本人是地藏跟刺骨貓 為什麼這次還特別跟大家 有沒有看到這邊是第四型態 逆襲英雄白兔 這次為什麼還特別跟大家在拍一部日本影片的原因呢 是因為大佬也有傳這個消息給我 就是在日本貓辦的推特上面 日版的貓咪大戰爭 接下來要迎來一個全新的合作了 那從我們台版的神魔之塔 到現在日本接下來要合作的部分 都是目前來說我們還沒有體驗過的合作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不過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部作品 這應該算是我姊姊那個年代的 也就是我小時候還不懂遊戲跟動畫的年代 不過後來有補一些啦 然後他也有出劇場版 就是有出真人版的電影 沒錯 那就是我們的飛春劍心 OMG 完全沒有想過 居然會跟我們的飛春劍心做合作 所以基本上5月23號這個日本版一定要來看一下 我到時候再來跟大家看一下 然後希望這個到時候可以那個啦 就是也可以到台版 我覺得應該是滿大機會的 因為這個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大家到時候就可以來看一下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我是覺得就是 就是我原本很喜歡那個拿大刀的啦 就是忘記他叫什麼名字了 我現在只知道劍心啦好不好 然後還有那個智智雄 這拿大刀的這個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他後來就是下去跟那個智雄他們打的時候 他有找一個那個 類似和尚的 學一個那個衝擊拳 我覺得那個超級無敵帥的喔 那個 這部作品的話感覺就是 可以再看一下就是有機會的話 然後真人版也做得不錯喔 所以推薦大家去看 所以接下來我們這個日本版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啦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那個 我們的那個什麼 我們的這個最新的合作 連台版這邊就是以前都沒有合作過的這個系列 要來啦 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災厄的漩渦是沒了是不是 哎呀 逃過一劫啦 各位 真的 災厄的漩渦沒了 哈哈哈哈 我們沒啦 然後上次健身上觀眾有留言跟我講說 就是我們這邊的拉麵王是可以閃結的耶 真的耶 我都 我都不知道原來 原來我已經可以把他們上三階了是不是 看看五毛就還不行啊 然後魚人貓可以 所以我的拉麵王是可以三階的耶 然後八階應該也是可以的 八階也不行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說的話 我們有這個超萌拉麵王應該是ok啦 結果忘記用了 各位 極技了 那為什麼我之前要用就是那個比較 沒有升級的這個隊伍啊 滿莫名其妙的喔 好 那我們就來打一下這個經驗值喔 因為我日本帳號的話基本上其實 那個強度是滿夠的 只是就真的是缺我們這邊的這個 缺我們這邊的這個XP啊 缺我們這個升等級的這個部分的這個東西 稍微這比較麻煩一點點 但是其他部分都還ok唷 好 然後到時候完了 我之前真的是用這套隊伍打贏的唷 我怎麼覺得好像有點不太可能 我們要直接浪費 哇靠 我要直接浪費500體耶 但因為我們這邊滿多那個什麼的 滿多那個 滿多99加的應該是可以 我要用這套隊伍打 我不管了 我覺得原本的這套隊伍應該是會爆開 哇我們好像有193張貓領旗喔 我是不是應該 4以下先刷多一點這個 然後趕快把我們就是那個等級都拉高 在等級大高之後應該是都滿輕鬆的啦 可是我們有很多東西都還是必須要那個 必須要那個 欸幹嘛啦X3 欸幹嘛啊 紅瀉 紅瀉加油 哇靠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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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沒事沒事沒事 嚇死我了 不是啊 為什麼我當初打這隊的時候我沒有帶 那個啊 我沒有帶任何的那個 我甚至連那個暫停的都沒帶耶 真的假的啦 這是認真的嗎 我還帶哥吉拉喔 我之前怎麼打贏的 WTF 你看我這邊 我之前通關的隊伍是這隊耶 你敢信 還是我們是用那個 好我們試試看好了 好好好我試試看 還是我們是用那個誰啊 我們是用那個白無垢先出嗎 然後先出小鷹是不是 我想要試試看 還有加歐啦 我們應該是先出加歐啦 先出加歐的話就有這個機會了 然後打死之後出白無垢 然後再出小鷹 應該是這樣子啦 確實啦 而且 喔對對對對對 我們還有小地藏呢 各位 對啦 還有小地藏啦 怎麼想也比我剛剛那隊好的喔 各位 怎麼想也比我剛剛那隊好的 好小鷹來了 各位 然後這樣子 我有三隻噴噴啦 各位 三隻噴噴確實恐怖啊 OK 這樣應該就穩了 好不好 狂刷猛刷一下我們這個XP 需要更多的XP資源啊 要把那個伊邪納美練起來 應該會 因為應該會蠻OK的 打一般性別的話 因為我們這個 這帳號基本上 連那個大狂亂的這個 系列都很少打完 所以還是蠻需要一些 那個大狂亂系列的角色 OMG OMG 有有有有 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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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一隻了剩一隻了 這個噴噴好撕黑色噴噴打死 應該就 等一下喔 剛剛怪怪喔 哎唷靠 我們的那個 哇 殺手打野大軍啊 這好像有點麻煩啊各位 但我們再出下一隻的這個小鷹 應該就可以了 拜託你 喔 這裡是傳一波 有囉 怕死那個帝王應該就沒什麽問題了 我的天吶 哇靠 五百 五百我們剛剛浪費了這個五百體啊各位 但現在應該是沒什麽問題 然後打贏了 那目前來說感覺應該是頂OK喔 這樣子打就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來刷一下 個十百千萬十萬 然後個十百千萬十萬 我先看一下他那個啊 他的那個 XP這邊會掉落的東西是多少 四十百分之百掉 這邊的話呢 他掉落的是 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耶 我看你只要用寶物雷達就可以拿到 一百二十三萬耶 是不是應該要寶物雷達一下啊 感覺要耶 而且我們這邊有44個寶物雷達 其實還蠻多的 好 扁起來 刷刷刷刷刷 先把我們這邊的東西全部刷爛 然後應該是OK的 等一下xN 媽差點出事 要用這隊才可以 有那個啦 有那個加歐跟那個 小地上差很多啊 確實 這兩隻 有了才可以扛住前面這個 敵人的這個瘋狂亂咬 不然真的是頂麻煩的 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來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因為一早啦 就是哲兵其實剛起床 剛起床就接到這個 還算是不錯的好消息喔 就是貓戰這個 這個日本版本 在這個23號的時候啊 會跟我們這個 揮春劍熙 好不好 神劍闖江湖啦 好不好 台灣叫做神劍闖江湖 這部作品做一個合作 其實已經很久沒看到新的這個合作了 好不好 就是很開心 好不好 最近真的蠻多的 從那個 公主騎士回撐 然後再加上這個 目前台版有這個神魔之塔嘛 但是日版好像就沒有神魔之塔了 我是希望那個日版不要因為 因為沒有神魔之塔就不給我們飛村劍行喔 我想要飛村劍行喔 拜託 我覺得這一次這個 台版的這個神魔之塔 我覺得比較歸類於一個 比較偏小活動這樣的感覺嘛 我自己個人認為啦 我就覺得就是比較沒有那麽大 大活動的話大概就是像是那個 這個什麽消滅都市那種才會比較大 不過我覺得這也是因為 是第一次的合作 我反而覺得就是貓咪大戰爭這邊的活動比較沒有那麽大 然後神魔之塔那邊的活動很大 好不好 神魔...應該有可能是那個 神魔之塔找貓戰合作 這看起來是比較有可能 就是準備比較齊啦 好不好 但我覺得如果他們之後都有一直在 那個... 一直在連動的話 那應該就會跟梅陸可一樣 就是會越來越多 這是希望是可以這樣的 因為畢竟這兩大這個 老IP嘛對不對 要常常碰撞嘛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不好 沒問題 那大家期不期待我們這個成劍闖江湖呢 你們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 你們喜不喜歡這部作品 或是你們有沒有看過啦 好不好 我以前是有看過 但是沒有看得這麽仔細啊 但是我自己也是很喜歡很喜歡的喔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跟大家介紹到這邊啦 那目前來說是我們這邊的最新版本的階段喔 那也有一隻新的這個... 新的那個什麽啊 新的我們這邊的白兔女俠世界 所以又要有更多的這個... 又要有更多的這個貓眼石了喔 哇 有夠難存啦 啊